因為心虛半夜吹口哨就會吹得越大聲 你是寄生在市政府來拿學位的吧 他自己之前講說 我可能只是寫得不好 不要講寫不好 因為是別人寫的報告 你怎麼可以批評人家寫得不好 國民黨現在推出來的新竹市的候選人林根仁 三大手法卻非常的拙劣而且惡劣 第一個是大量抄襲政府的報告 第二點是資料引用 餘木混珠 第三點是官方統計資料剪剪貼貼 剪貼了十份政府的報告 根本就是來欺騙 來蒙騙 教大來教學位 怎麼說呢 大家來看我整理的這十份剪剪貼貼的報告當中 幾乎多數都是新竹市政府的統計專案報告 林根仁你身為一個新竹市議員 拿新竹市的資料而且是全篇的貼上去 完全就是複製貼上 你不覺得你愧對你自己身為新竹市議員的一個職責嗎 最大的問題就是他用議員的身份 他可以拿到這些不公開的政府資料 所以學校這邊的學術審查 不太容易透過一般學術論文的檢索方式 去查到他是怎麼抄的 所以總共論文的內文有51頁 51頁裡面有31頁都是找到複製 每31頁裡面都有複製貼上的痕跡 左邊這個是他的論文第27頁 他的教大碩士論文 各位看到所有下面畫紅線的地方 就是跟旁邊 在新竹市政府民國98年道路交通事故分析的內容 下面畫紅線的就是兩邊重複的部分 你可以發現他在第27頁的論文 幾乎全抄新竹市政府98年道路交通事故分析 第33頁 林根仁的論文在第27頁的內容是什麼呢 是政策建議 你自己的論文寫的政策建議 幾乎是全部抄襲市政府的道路交通事故分析 這個不用你建議啊 市政府已經都出來了 市政府都分析完了 這個是你的論文建議嗎 幾乎圖表都是複製貼上 各位可以看到每一頁來源 幾乎都是政府相關網站的圖表 不只抄襲他還抄錯 其實這個我會把他正確的講 他叫做造假引用 至少有6處沒有標明引用來源 有12處是錯誤引用 有33處是直接照抄 今天我看到有一個網路名人 他發現說新竹市林根仁的廣告看板裡面 悄悄的把他的碩士 這個資料拿掉了 是不是已經發現大家在查資料了 是不是發現最好拿下來 免得被人家找出來你的論文是抄的 朱立倫主席說市長候選人品德最重要 我們就來看這個品德 我想要請問新竹市國民黨候選人林根仁議員 你抄了半天 抄成這種難以想像的狀況 請問這個品德 你有沒有覺得最重要 那林根仁議員之前口口聲聲都說 他的論文可能寫得不好 但是他沒有抄襲 那可不可以出來說明一下 你怎麼可以抄成這麼離譜的狀況